最关心的问题了 现在抽签的结果出来 你可能有很多疑问 我该怎么领取 我该怎么使用 以及什么时候 所以现在请容许我在这边 跟大家稍作说明 首先第一个问题你会问 我该怎么知道我中签了呢 第一个我们会在明天 也就是7月29号上午10点之前 完成通知 会主动通知你 也就是你当初在登记的时候 留下的行动电话号码 我会用简讯告诉你 你中签了 这是第一个方法 好 如果到明天早上10点 你都还没有收到 可以怎么做呢 也欢迎你上动资网来查询 明天早上10点 7月29号10点 就可以上动资网来查询 你是否有中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会问说 那我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用动资券呢 提醒大家动资券是用QR Code的方式来使用 会从8月1号的上午10点 一直到年底 也就是12月31号 这五个月的时间都可以使用 所以不用心急 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来使用 那接下来大家就问说 那我要怎么领取这个QR Code呢 很重要哦 也请大家听好咯 因为呢我们的中签者有400万位 人非常的多 大家真的不用急 那如果你必须要在7月30或7月31号 赶快抢签领取你有特殊赶快用途的话呢 提醒您我们在这两天7月30号 礼拜四 跟7月31号礼拜五 这两天我们是用身份证 莫码分流的方式来领取的哦 所以仔细听好 如果您的身份证字号 莫码是单数 也就是13579 请你在7月31号礼拜五的时候领取 如果你的身份证莫码是松数 就是02468的朋友 请在7月30号的时候来进行领取 这是我们头两天 30号跟31号 也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 会这样子分流领取的这个状况 要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下 很简单你可以记莫码是双号的人 就在礼拜四来领 你的身份证莫码是单号 就在礼拜五来领 这是我们在头两天 特别希望大家可以配合的 那接下来从8月1号开始 你要领取的话都不用担心了 全部都可以领取 但是真的不用急 你只要想要在消费的时候 想要使用的前两天去领取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有长达这么久的时间 五个月的时间都可以领取 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急 不用急在前几天就赶快要抢 这个是跟大家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从8月1号开始 大家就可以使用这个动资券的QR Code 来进行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看比赛 甚至是添装备 这是我们今天活动要进行到这里 最重要的目的 希望告诉大家如何来使用你的动资券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再次感谢 我们今天现场所有与会的来宾 还有选手 同时也感谢在荧幕前陪我们一起抽签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活动在这边进入到尾声咯 谢谢你们一起的参与 我们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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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